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 操作系统的基本类型主要有 制造题考察操作系统的类型 按照不同的标准呢 操作系统有不同的划分 比如按照用户数的话 可以分为单用户多用户 而制造题的题杆给了基本两个字 就给了我们划分标准 所以这个地方操作系统的划分呢 就是按照操作系统的功能特性来分 首先计算机最原始的阶段呢 是手工操作阶段 那个阶段没有操作系统 然后为了解决人机矛盾呢 我们出现了批处理操作系统 就是用户将一批作业交给操作系统之后 就不再干预了 他们自动去完成 但是因为批处理操作系统的自动性呢 没有办法提供人机交 所以为了提供这一功能呢 出现了分时操作系统 分时操作系统呢 就是使很多用户通过时间片轮转的方式 来共同使用计算机 但是这种系统呢 要有一个问题 就是采用时间片轮转的方式 可能会有紧急的任务 也需要去排队 所以为了能使某个时间限制内 完成这些紧急任务 而不去排队呢 又出现了实时操作系统 实时操作系统呢 就是使外界有事件或者数据过来的时候呢 能够以足够快的速度 也就是不用排队 立刻去执行 做出快速的响应 再到后期呢 又出现了很多网络操作系统啊 分布式计算机系统等等 这些操作系统呢 也都是根据依据这些基本类型 去经过改变造成的 所以指导器的答案呢 就是B选项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三个操作系统 首先P处理操作系统呢 出现的原因呢 是为了解决人机矛盾 其CPU和IO设备之间速度不匹配的问题 分时操作系统呢 是为了解决实现用户交互 实时操作系统呢 就是为了某个时间限制内 完成某些紧急任务 而不需要实际面排队 P处理操作系统的优点呢 就是自动性 不需要人去干预 这也是它的 不能人机交互的 也是它的缺点 它的资源利用率很高 吞吐量大 这是多到P处理系统的优点 而分时操作系统呢 允许多个终端用户去进行交互 所以它具有同时性还有交互性 而这系统中的多个用户呢 可以彼此独立的进行操作 并且他们都认为自己是 独自在进行操作这台计算机一样 所以它是它的独立性 即时性呢 就是采用时间片轮转的方式呢 都能给用户提供一个回应 但是这个即时性呢 是没有办法和实时操作性 这里的即时性相对比的 实时操作系统这里的即时性呢 指的是计算机系统 接收到外部信号之后 即时进行处理 立刻进行处理 并且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完成 这是它的可靠性 他们的缺点呢 也是后期操作系统一个出现的原因 而例子呢 很多的通用操作系统呢 现在都采用的是分时和 批处理组合的操作系统 批处理呢 主要用于一些不需要人机交互 而又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吞吐量的一些功能 分时操作系统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呢 就是我们的Linux系统 Linux系统呢 也可以经过改造 变成一个实时操作系统 就是我们的U-Code系统 实时操作系统呢 又可以分为硬实时系统和软实时系统 硬实时系统呢 像飞行器的自动控制系统 它是完全不可以出一点差错的系统 而像飞机订票系统呢 它是可以允许偶然出现的误差 所以它叫做软实时操作系统 这就是我们三个基本操作系统的类型对比 我们可能考察到的地方呢 就是在三个操作系统的优点 以及它们所常使用的算法 像分时操作系统 一般所使用的就是时间片轮转的算法 而实时操作系统呢 为了保证这个不需要排队呢 可能会采用可抢战式算法 我们在后面的题目中呢 也会遇到对这三个操作系统 雕度算法的考察